花莲盛天宫连续冬年任养路灯 22号上午管委会的主委赖云润 和多位干部再度来到花莲市公所 把公庙和善新大众所汇集的善款5万元 捐作路灯任养基金 市长吴嘉贤代表接受 也感谢社团企业踊跃任养路灯 点亮花莲市每一个角落 让乡亲的生活更平安 花莲盛天宫主委赖云润 22号上午带领着管委会多位干部 前往花莲市公所捐赠了5万块钱 路灯任养基金 希望可以持续照亮花莲市 今天很荣幸能够有一个机会 为花莲市来服务 其实我们庙有点光明灯 那是个人的光明 它也是要有一条平安回家的路 但是我们认为 花莲市的路灯也非常重要 也是我们事工所 也是要给我们所有的市民 能够有一条回家平安的路 所以说这些 就是我们尽缘薄之力 也希望各位 这个社府单位 慈善单位 能够共襄盛起 为我们花莲市 做得更好 市长渭嘉贤代表接受 也特别感谢许多企业 社团善心任养路灯 让花莲市的乡亲 生活可以更平安 那有介于之前 有一些发生一些 社会上的一个安定 因为路灯的关系 所以造成一些不幸的事情发生 那我们看到管委会这边也提出说 真的要确实的让每一盏灯都能够点亮 那就是要汇集大家的力量 一起来让这样子的事情不要再发生 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管委会 在第一时间就来捐赠我们花莲市公所的路灯正阳 而且它是持续了好几好几年 那再只要谢谢我们盛天公 也谢谢关圣地君的一个呼吁跟加持 保佑我们过去在花莲市 不论遇到多大的灾难 都能够顺利的度过 那在此要特别谢谢我们这群的好朋友 也谢谢关圣地君老爷 那也希望说未来我们花莲市 真的有一些急难需要协助的部分 的朋友千万不要客气 一定要到花莲市公所来 跟我们社劳客来做相关的一个申请 我们一定会全力的来协助大家 花莲市每年的路灯电费管养费用 高达2000多万元 有了民间的善心资金益助 除了可以减轻公所的财政负担 也可以让民众感受到满满的爱心温暖 感受到每一盏被点亮的路灯 都是许多善心人士 他们的用心与付出 借旅会欢事报道